阿貴 祀 演員 主席 請二長 南摩 伯 師 釋迦 摩尼佛 南摩 伯 釋 釋迦 摩尼佛 南摩 伯 釋 釋迦 摩尼佛 无上甚深为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经文德塑士 愿解如来真实义 三十细念法事全集 证经的追同修追忽法 大家早安 吉祥阿弥陀佛 今天接下来继续给大家来学习 我们中逢三十细念的内容的开始 选择一些主要性的来给大家 作为一个简单的学习 我们看下面 今天要跟大家来学习的 我们看下面的第一章 中风啊 在这个三十细念呢 有一段的开示 下面呢 中风过时告诉我们 佛佛为心 拆窜平盘 尽从心出出 今天要跟大家来学习的是这一段 上一次我们讲的是心心疾佛 下面呢 是讲佛佛为心 这一段经文呢 中风过时啊 明确的说明确的告诉我们 告诉我们什么呢 他说佛 佛有几个 佛有两个 我们看下面 佛有两个 哪两个呢 一个是古佛 古佛就是指阿弥陀佛啦 释迦牟尼佛啦 就是以成之佛的 已经成佛了啦 那一个呢 是肩佛 肩佛是指未成之佛 都是指我们啦 我们现在都是在开始努力嘛 要成什么 就跟阿弥陀佛一样 就指了这两个 虽然中风过时 为我们说明佛有两个 但是我们一定要知道 中风过时刚好明确的告诉我们 无论已经成佛的 未成之佛 都是还没成佛 就是指我们现在的 无论是古佛 无论是经佛 他都是一个佛 你看中风过时 这样的话非常有意思 无论是古佛也好 经佛也罢 还没成佛也好 已经成佛也罢 我们都可以成为阿弥陀佛 我们都有这个机会成为一切诸佛 都可以代表十方三世一切诸佛 都可以的 这个是从理上来讲 从果上来讲的 所以中风过时告诉我们 其实我们跟阿弥陀佛都是一样的 跟释迦牟尼佛都是一样 跟十方一切诸佛都是一样的 你看释迦牟尼佛成佛在菩提树下 明确的告诉我们 告诉我们什么 一切众生皆有如来得相 但以妄想分别而不能成的 我们每个众生都有这个机会成佛的 跟他是没有两样 都是一不是二 先会让他说假的 自信何其自信 自信本来清净的 自信本来是有佛性的 自信本来是不动摇的 那问题来了 为什么我们现在变成这个样子 我们为什么变成这个样子呢 我们跟阿弥陀佛的区别最大是在哪里 为什么他们能够成佛 那为什么我们到现在 无量节以来 都是凡夫 区别在哪里 下面中风果是告诉我们 大家要好好听 这个很重要了 中风果是告诉我们 我们跟阿弥陀佛跟释迦牟尼佛 跟十方一切诸佛如来 区别最大的 在哪里呢 在用心 用心不一样而已 这个很重要 用心不一样 以成之佛 就是指阿弥陀佛 释迦牟尼佛 阿弥陀佛 释迦牟尼佛 他们成佛 是用什么心 这个答案大家都知道 因为大家常常听经的人 常常读经的人都知道这个答案 但是 你知道这个答案 但是这个答案 你没办法留出来 什么样的原因 大家都知道他们用的心都是用真心的 什么叫做真心 用恭敬的心 用他的菩提的心 用虔诚的心 用孝敬的心 用这种的心 来修行成果的 所以他们用这个心来成佛的 那我们未成之佛呢 就是讲我们这个反复 我们这个反复如果将来要成佛 也不能离开这个原则 就是说肯定也是要用这个心 这个很重要的 所以今天我们跟阿弥陀佛 跟诸佛佛上 区别最大的就是在这个用心的问题 他们用的都是真心 我们用的心是什么 就是烦恼的心 疯别的心 妄想的心 执着的心 所以现在变成这个样子 怪谁呢 怪我们自己啊 为什么呢 不听话呀 释迦牟尼佛 在前面已经刚才 已经跟大家讲清楚 一切众生 皆有如来得相 你本来都是佛的 就是因为你的忘心 分别的心 执着的心 感到现在这个样子 生生世世无法解脱 生生世世无法了生死 出三界 就是永远用这个忘的心 来修行 来修学 来看待这个一切众生 所以现在变成这个样子 你要怪谁呢 怪我们自己啊 所以中文果实讲的话 非常有道理 把我们的毛病 全部通通讲出来 念佛 为什么人家念佛会有成就 不带万修万人去 为什么现在念佛的人 念的也的人多 念佛的人很普遍 为什么往生的人少 用心不一样而已啊 你大家去仔细去观察一下 你今天念的佛 是用什么心来念佛 菩提心还是你的旺心 所以今天我们用一个比喻 什么比喻呢 你看那个诸佛福尚 一生 为什么他们的愿力会这么强 无论 无论遇到什么样的境界当中 逆境也好 顺境也好 他们从来都不退转 他们从来都能够 尽得其考验 狂风大浪 他们都不会动摇的 无论在什么样境界当中 他们从来不会退转 是什么样的力量 让他们有这样的坚持 有这样的行驶 因为他们用的是真心 我们今天为什么我们的愿力不强 我们一到境界的时候 考不去 进不去考验 狂风大浪一来 受不了 就退转了 一到境界的时候 不断的都在退转 不断的都在退转 都在退转 什么样的原因呢 用戏不一样吗 这边我们有没有去观察 有没有去思维 为什么我们跟佛佛上不一样 佛讲得很清楚 我们其实跟阿弥陀佛都是一样的 跟释迦牟尼佛的一样 为什么变成这个样子呢 这个道理我们一定要清楚的 所以尊敬的最同修大德 讲一句心理话 我们今天我们的毛病 我们每个人都有毛病 我们的毛病从哪里来 佛讲得好 一切法为心草 都是从你那个心而来的 比如说 今天你的心不善 什么事情都会出来 今天你的心善 就是讲你的智慧 你的亲近性 什么事情都能够化解 今天为什么我们不怕化解 化出种种的烦恼 因为你这样的心不一样吗 我跟大家来讲一个故事 这个是我在读书的时候 读书的时候呢 我遇到很多一些困扰 让我很烦恼 甚至有时候很不高兴 心闷闷不冷 你看哦 我母亲跟我讲了一句话 她也没有读书 当时所讲的都是高度的智慧 说实在跟这种人在一起 真的有一种很幸福的 跟一个老师 比我们高度的智慧在一起 你没有不进步的道理的 你看我母亲跟我讲 她说吧 你无论你在哪里 你住在哪一处处 一处时 你要记得 一种什么样的烦恼 你首先要把心什么 把这个心静下来 把这个心静下来 只要心静下来 你才能够找出好的办法 这个办法能够解决你眼前的生活 你种种的烦恼 如果今天你心乱如麻 心乱如麻 不但找出好的办法 不但找出好的办法 你不能解决你眼前生活的问题 而且你越搞越乱 那个心静下来很重要 我们现在为什么呢 很多事情 一段事情的时候 为什么解决不了 越搞越乱 心乱嘛 你心乱了 你怎么能够找到好的办法呢 是不可能的 所以有时候呢 真的你想一想 我们的思维思考一下 我们自己的 你的生活 体积 很多事情啊 有说真的 佛所讲的 静这个是非常的深度 所以古人所讲的 人贵人显 人显贵花落 夜静 春山空 什么意思呢 就叫你放松嘛 你心静了 整个山都是你的 所以 从这个地方 大家一定要知道 用心不一样而已 那我们明白这个道理了 将来我们念佛 念佛用什么心 用你那个真正的心去念佛 什么叫真正的心念佛 当你念阿弥陀佛的时候 心只有阿弥陀佛 就算有杂念 这些杂念 也不会来障碍你的 因为你心放在这些阿弥陀佛上 所以我们看下面 今天我们学佛的人 念佛的人 将来 我们要成佛 就是说 你想要往生西方解决世界 都是一定要用这个心 你必须要用这个心 你离开这个原则 你是没办法的 用你的真心 真心去对待别人 真心来念这句阿弥陀佛名号 那个才是真正的 所以啊 中风果实在这个三十七年 我们看下面 中风产师在三十七年后面 常常讲了一句话 我相信大家也很熟悉 中风果实所讲的是什么呢 离此心外之处啊 别有商量处也无 你看 这个中风果实在三十七年 常常用这一句话 来表发我们的心 那什么意思呢 意思就是说 我们现在所学的 无论在学什么样的法门 学禅中也好 密中也罢 净土中也罢 最重要的最重点的都是什么呢 都是围绕这一个心啊 你看到 那个中风果实讲得非常好啊 都是绕着这个 以这个心为中心啊 所谓的 一切法为心 为行造 如何用心才能够成佛 这个是一个关键 你今天能不能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关键在你用什么心来念佛 这个很重要 所以中风果实在这个地方 把我们的毛病通通吃出来了 关键在你自己在用功上 你能不能把这个道理用在你的修学当中 你能够把这个道理用在你的修行当中 我相信每个人万修万人去的 如果今天我们还是用我们自己的妄心 用我们自己的虚为的心来念这句阿弥陀佛 只是来念这句阿弥陀佛 我们能不能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没办法 这个不是给大家泼冷水 不是 来提醒我们的 所以啊 释迦牟尼佛在观五量受佛经 我们看下面 你看哦 佛在观五量受佛经 我相信大家如果去读五量受佛经 五量受佛经里面有两句话非常的重要 佛告诉我们明确的告诉我们 告诉我们什么呢 诸佛如来正片之海啊 都是重新向神的 读故如等心想佛时 四心即时三十二想八十重好 这个是第一个 第二个 释迦牟尼佛又在观五量受佛经 把这个重点 整个五量受佛经 观五量受佛经的核心讲出来了 是什么呢 四心做佛 四心是佛 你看 释迦牟尼佛真的太了不起了 把这个成佛的秘诀 通通来告诉我们 教你怎么成佛 用什么方法呢 我看下面 这两句很重要的 用念佛啊 这个就是因为我们念佛成佛的理论根据 为什么念佛能成佛呢 你从这两句话你就明白了 你从观五量受佛经这两句话 你去深入 你去思维 你就明白了 都是因为因 我们念佛 自然而然 你就会解出佛国 所谓的念佛是因 成佛是果 真的耶 你从这个地方 你好好去深入 你去了解 所以观五量受佛经所讲的因果 不是我们所讲的一般的因果 众善因得善果 众恶因得恶果 不是 都是在讲这种事情 如果换一个说法 一般我们所讲的就是心想事成 想什么成什么 这个地方佛真的太了不起了 你天天想阿弥陀佛 难道不成佛吗 你今天天天想在外面 哎呀 我明天要买什么包包 我明天要吃什么 我明天要怎么样 我明天要如何如何 想来想去 哎呀 都是妖魔鬼怪的 你想一想 你怎么能够成佛呢 对不对 所以你想阿弥陀佛 你天天想阿弥陀佛 只要有时间 你想阿弥陀佛 难道不成佛吗 你想阿弥陀佛 你等于跟阿弥陀佛相应了吗 你天天俯师乱想啊 想东想西 想到最后还是一场空 灭佛 越来越远 造的越来越多 很多人就是这样 五十万想 所以阿 你看喔 这一句话呢 如果 对于那些 没有真正了解佛法的人 他们会怎么想呢 哎 师父啊 这一句话 如果对于一个我们不是真正学佛的人 有时候会产生一个很大的严重的误会 我想要买一个很好的房子 房子又没有 哎呀 师父你讲的话可能有问题 很多人喔 听到师父讲这句话 开始胡思乱想了 先想日程嘛 对不对 很多人就是有这样的问题 有这样的毛病 你看那个过去我们师父上人不是讲经当中 讲了一个公案 他说在台北有一个法师 因为家里没有冰箱 天天想冰箱 想冰箱 想了好久 冰箱又没来 那个冰箱 想了好久 冰箱又没来 问世家 问那个我们师父上人 师父你首先讲了 你前一段时间有讲这个 为什么我想好久 冰箱又没有 这个你要不要用错地方 你今天比如说你想钱 我们要搞清楚 想钱是什么心 是贪心 你今天今天想钱 我要建道场 我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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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买这个地方 我要怎么样 如何 你没钱 天天想钱 这个是贪心 这个是欲望 而且将来会变成什么 变成恶鬼那一道 的众生 这个也是心想事成 真的 你想一想 天天想钱 到最后 想到哪里去 到恶鬼道去了 起了贪心 起了欲望 这个就是一种比喻 比喻什么 我们那个心 要用对的地方 如果用不对的地方 结果 那是不一样的 所以很多人说师父 我为什么要念佛 我们为什么喜欢念佛 就是因为我要跟阿弥陀佛的心一样 为什么要跟阿弥陀佛的心一样 因为阿弥陀佛的心永远永远保持什么 保持平衡 保持什么 保持那个觉悟 保持那个清净心 保持那个恭敬的心 保持那种慈悲的心 我们今天念佛都是要学这一个 因为我们的心都是普世幻想的 我们的心都是妄想 我们的心都是贪心 我们的心都是迷惑顶倒的心 所以今天我念阿弥陀佛的目标 就是要把你这个心跟阿弥陀佛相应 你才能够成佛 这个道理我们一定要知道 什么果实讲得很清楚 所以我们看下面 所以中风果实 在这个地方 在这个三十七年 教我们什么呢 你的心要想佛 你的心要想阿弥陀佛 你不要天天想想你的老公 阿弥陀佛 我天天想我的老公 我天天想他 不相应阿 哦不是 这个有人写佛的人 念佛的人好像 哎呀 就是说无情 不是不是这样 因为我们这一生要想要离苦的了 想要了生死的嘛 想要成佛的嘛 所以你心要想佛 中风果实在这个地方 叫我们你要天天想阿弥陀佛 就如同我们做父母天天想 想我们的耳里 你用这种的精神来念佛 把这个耳里的念头转过来 天天想阿弥陀佛 没有一个人不成佛的道理 真的 你把这个耳里啊 孙子啊 当作阿弥陀佛来想 不得了了 那为什么中风果实 要我们想阿弥陀佛呢 我们看下面 因为阿弥陀佛是代表觉悟的嘛 阿弥陀佛是清净的 阿弥陀佛是慈悲心的 阿弥陀佛就是 就是什么呢 就是什么呢 就是恭敬的心 所以心缘佛境界 我们看下面 什么叫做心缘佛境界 就是说当你的心跟阿弥陀佛相应了 当你的心跟死方一切诸佛路来相应了 没有一个不成佛的 没有一个不往上的道理啊 因此我们今天来念这句阿弥陀佛名号 就是教我们直接了当了 用这个方法来成就我们的道理 用这个方法来成佛 为什么呢 用这个方法呢 因为这个方法成佛相比跟其他的法门 真的太简单了 很容易 而且容易掌握啊 为什么呢 为什么会忍一种物呢 只要你把你那个心 放在阿弥陀佛这个名号上 释迦牟陀佛告诉我们 明确的告诉我们 在观五辆说佛境 人人皆能成就啊 中风果实也是这样讲啊 人人皆能成佛的 你看中风果实把这个最清华全部为我们讲出来了 如果今天你念佛还不能成就 那不能怪阿弥陀佛啦 不能怪祖师大德 也不能怪中风果实了 怪你自己没有听话 不老实 不正干 所以念佛不能得力 不能怪祖师大德 怪是在自己的用心不一样 所以偶一大师 我们看下面 偶一大师大家都知道 在弥陀经要解里面 给我们指出了一桩事情 偶一大师说啊 苏家牟尼佛在世修行的时候 就是在我们这个说佛世界成佛 是用什么方法呢 偶一大师告诉我们 就是用这个念阿弥陀佛 在这个地方 大家念佛都可以放心了 因为苏家牟尼佛成佛 都是因为念佛成佛的 所以在这个地方 大家放心 不用怀疑 因为苏家牟尼佛 世修行成佛 来给我们证明 来给我们看 他们成佛 是用什么方法 念佛成佛的 所以大家一定要知道 佛在菩提树下 世修行成为成佛 都是用念佛这个方法 所以世修行摩尼佛 也教我们念阿弥陀佛 由此可是念佛成佛 这个是真的 它不是假的 世修行摩尼佛都已经 事先给我们看了 不仅仅世修行摩尼佛 连十方一些诸佛如来 也为我们讲这个事实的真相 所以你看 在弥陀经里面 六方佛 也是指四方佛 没有一尊佛都不称赞阿弥陀佛的 为什么呢 就是这一刻 但是我们一定要知道 我们看一下没有 这个很重要 但是如果今天我们念佛 能够以阿弥陀佛相应 能够用这个心 当你用这个心念到 专到一定的程度 专就是定 是指定的意思 不要说我们今天念阿弥陀佛 就是平常的人 当你的心 专到一定的程度 就是你心里已经定下来了 念到这种定了 定功了 很多境界都会出现 不可思议的事情 这个是真的 不是假的 你看有一些人很多 喜欢静坐 喜欢打坐 当他心入定的时候 你想一想 什么样的境界能够出来 都是他的智慧 他那个智慧一开闲出来了 不可思议的动作 所以你看那个释迦牟陀佛 走到哪里 行入坐卧 那个心都是在定的 所以遇到什么样的事情 没有一样东西能够办到他的 因为他身上都是智慧 身上上上下下都是智慧 你说哪一件事能够办到他的 没有 那为什么我们遇到事情 每一件事情遇到的时候 进不去考验 为什么 没有智慧 为什么没有智慧 心浮气躁 所以你要锻炼 在这个生活里面 讲话 在生活里面 日常生活里面 齐心动念 你要锻炼 锻炼什么 你那个心要静下来 要学习这种的功夫 一道什么样的事情 能够保持那个心 能够静 今天你念佛不得了 真的 在什么样的境界当中 在你的眼里 他不会来绊倒你的 而且所看到的事情 都能够解决这个问题 你看那个佛陀的弟子 周利潘特 那个笨 很笨 笨到什么程度 没办法用语言的形容 你看 释迦牟尼佛 用什么方法来帮助他 释迦牟尼佛真的太了不起 人家没办法解决的问题 他能够帮他解决问题 很简单 用一个授帕 烧除无成果 烧除无成果 每天都是这样的 在念这个四句 没讲到 念到最后 证果了 我们天天烧地 我们天天烧地 不得少什么 也没有证果 也没有心 也没有清静 也没有 越少烦恼越多 真的 你看 师父有时候在扫地的时候 也真的在想 哎呀 为什么这么脏 我们所看到的那个地很脏 但是你从来没有看到 为什么我们的心这么脏 为什么我们的心这么多烦恼 为什么我们的心这么多的毛病 我们从来都没有想到这一点 只是眼睛常常往外面的去看 从来没有去从你的内心的世界 去思维 去观察 我们是不是有这样的毛病 所以无论佛号念得多好 只是重在外表而已 你从来没有从在 主在你的内心的那个世界 你那个世界其实很美好的 从你这个世界一发出来的 你所看到的都是非常的完美 你的内心如果不完美 无论你怎么用功怎么努力 你所看到的都是烦恼的 所以中文国是叫我们怎么样 从你的内心开始 所以古人常常有这样讲一句话 讲什么呢 今尘所至今时未开 是讲这个道理 当你心 专到那个程度的时候 没有一样东西能够 来阻拦你的 来障碍你的 就像我们念佛也是一样 当你那个念佛 专到一个程度的时候 很多境界会出现 你的清静心 所以你看那个海贤老儿上 海贤老儿上 对于西方体的世界 常常会看得到 为什么 心静 他常常看到阿弥陀佛 为什么呢 因为他心都是阿弥陀佛 那个心很重要的 所以过去有一个故事 我们看一下 过去有一个故事 都是发生在唐朝 唐朝有一位画家 这个画家很有名 名叫韩干 他一生专门画什么 都是画妈的 所以画得很了不起 画得非常好 那韩干呢 有一天 他想要画妈 因为要画妈妈 所以他天天也想妈 天天看妈 怎么样来画 要怎么样把这个妈画得好 画得精彩 所以天天去看妈 天天去想妈 都是每天去想妈 想到因此有一天晚上 他做了梦 他做什么梦 整个脑海里 脑海里都是什么 都是马 真的你看 今天想马 想马 看马 想马 看马 你看 没想到 连做梦 都是马 所以有一天 结果有一天 他躺在床上的时候 躺在床上 变成什么 变成了一只马 为什么呢 因为他的太太 进房间的时候 把他的太太吓坏了 为什么相会 航干人不见了 只看到一只马 我看到航干 火生生的在床上 变成了一只马 一匹马 一响一响 当他太太 看到这样的情形 吓了一跳 而且大声的喊 一下子 把这个喊喊 喊醒了 喊喊醒了之后 就问他太太 你为什么大声的喊呢 你为什么呢 后来啊 他的太太啊 就告诉啊 这个喊喊 他所看到的这样的事情 在他的眼里 你整个人不见了 变成一匹马 这样 谁不吓人呢 很吓人的 后来喊喊才知道 原来当你的心 钻到一处的时候 跟佛所讲的经上 都是一样的 今天如果喊喊 来化阿弥陀佛 天天想阿弥陀佛 心心 天天来看这个阿弥陀佛 像 你说 他会不会成佛 当然会成佛啊 从这个地方你就知道了 从这个喊干里面 我们都会知道 真的耶 如果今天喊喊 用这种精神来念阿弥陀佛 用这种精神来画阿弥陀佛像 我相信 他早就往生西方籍的世界去了 真的耶 所以今天你看 你看看那个佛像 在家里供那个佛像 你天天看他 天天想他 你不会成佛吗 不可能 可能你在睡觉的时候 你的先生突然间 哎呦 哎呦 某某人 你这个像不一样耶 阿弥陀佛像耶 哇 那个真的了不起啊 哦 那个真的太了不起了 啊 你天天想马 就变成一匹马 你今天想阿弥陀佛 你就是阿弥陀佛 所以这个念力很重要耶 哦 所以啊 我们看下面 我们现在这一念 中风告诉我们 当你念佛的时候 你这一念就是佛心 当你在念这一句阿弥陀佛 你真心在念这句阿弥陀佛 用你的恭敬的心来念这句阿弥陀佛 虔诚的心来念这句阿弥陀佛 你的心就是佛心 你的心就是阿弥陀佛的心 所以因此中风果生在后面 有讲到什么呢 什么呢 这个中风果是把整个念佛的境界 统统为我们讲出来 讲得非常的精彩了 从这个地方我们一定要清楚的 你就如果连这个道理 你就没办法把握 去悟出这个道理 你想要念佛 成佛 那就很难 关键在你的心 你用心不一样的 所以我们一定要知道 一般我们念佛的人 我们看下面 我们一般念佛的人 也常常听到经上有这样的开许 我们常常都会听到 哪一句呢 一念相应 一念佛 念念相应 念念佛 当我们这一念跟阿弥陀佛相应的时候 你当下这一念 你就是阿弥陀佛 这个是真的 我们一定要相信 但是很可惜 我们跟阿弥陀佛的相应的时候 太少了 你有没有去发觉 你24小时跟阿弥陀佛相应的 太少了 不相应的呢 太多了 是不是这样 你一天跟阿弥陀佛能够相应的 很多吗 很少啊 你从这个地方里来看 一目了然 真的 一目了然 你想一想 你一生24小时 你跟阿弥陀佛相应多 还是跟你的习气多 你一天 24小时里面 你跟阿弥陀佛的心一样 还是跟你的旺心一样 一目了然 所以我们的心就是这样 永远永远 没办法保持像阿弥陀佛那样 平衡 觉悟 所以有时候好 有时候不好 有时候坏 有时候很好 有时候进步 有时候退步 有时候精进念佛 有时候有懈怠了 就是这样 拨过来 就是这样的 所以这个地方我们一定要提醒自己 要去 念佛不在于外面 念佛都是在于我们自己 所以这个是比喻什么呢 我们看下面 最后 比喻我们 不相应的时候 就像什么 像那种和人家喝酒醉的时候 你看那个喝酒醉的人 前面不是一种比喻吗 不省人事的 你跟他讲 无论你怎么样的沟通 你沟通不来 就迷了嘛 当你完全跟佛相应的时候 你就是那种喝酒醉 请醒过来了 所以我们今天 以阿弥陀佛 以成佛 以阿弥陀佛 是有什么不同呢 差别就是在这个地方 最大的差别就是 阿弥陀佛 十方诸佛如来 祖师大德他们 心永远都是这样的 都是清醒的 都是觉悟的 都是清静的 而我们呢 偶尔才会这样的 是不是 偶尔一下 偶尔才这样的 阿弥陀佛的心境 永远永远都是觉悟的状态 而我们呢 只是偶尔才觉悟而已 当你念佛 我觉悟了 时间很苦 当你没有念佛 你又被外面境界而受迷惑了 我们是不是有这样的毛病 是不是 我们你自己想一想 当你念佛的时候 他说哎 哇 心里面很清净 哎 当你念佛的时候 觉悟了 不念佛的时候 又迷惑了 又在造业了 我们是不是有这样的毛病 是不是 所以今天呢 就是叫你要 怎么呢 中文果实叫你要好好念佛 八字一句名号 落实在生活 跟生活融合而一 你就能够跟阿弥陀佛一样 那种心永远永远保持那种状态 那你念佛啊 一定往生西方界的世界 没有一个不往生的道理 这个道理我们一定要清楚 这个道理我们一定要觉悟 关键在你的心 所用的心 你要放在在哪个地方 如果你常常把这个觉悟的心 放在在你的日常生活里面 没有一个不成就的 所以我们现在 我们看下面最后的 我们现在念佛要做的工作是什么呢 我们现在在念佛嘛 我们的工作是什么 我们的目的是什么 就是要把这个无量 把这个心尽量让这一念的觉悟 能够严惩下去 我们今天念佛就是这样的 就是把你这个正念 把你这个觉悟的状态 能够严惩下去 尽可能严惩 严惩到什么时候呢 到你有一天完全相应了 那就是念念相应 念念佛 这个就是我们念佛的目的 理论根据我们一定要清楚 所以你要把这个阿弥陀佛这种的精神 你要严惩下去 严惩到什么时候 刚才讲了 到你完全觉悟了 完全跟阿弥陀佛相应了 你才能够念念相应 念佛 这个道理我们一定要知道 所以中风过世告诉我们 佛佛为心 道理就是在这个地方 为心都是教你一切为心照 你要把你的心放在这个名号上 没有一个不成就的 这个叫做佛佛为心 下面我们来看 开始叫做猜窜平盘 信从今出 什么意思呢 下个星期再给大家说明 今天时间讲到这个地方 今天做一个简单 给大家做一个介绍 什么叫做佛佛为心 中风过世讲得很清楚了 那我们就明白了 从今天开始 你念佛要用什么心去念佛 大家一定要清楚 要你的真心去念佛 恭敬的心 虔诚的心 用你的菩提的心 用你孝敬的心 我今天念佛 我今天念佛没有为了谁 要为了我将来成佛 要度化无量无边的众生 去帮助一些苦难的众生 让一切众生能够离苦得了 用这种的精神你去念佛 你的菩提心慢慢就会开现出来 菩提心一开现出来 你的智慧就实现了 你的智慧一开现了 没有一样东西能够来搬到你的 这个就是我们念佛的精神的用意 我们一定要清楚 最后 给大家做一个鼓励 以前我常常听我们的一些老人 讲一句话 他说人生至古无遗憾 大家有没有听过 人生至古无遗憾 什么意思呢 我们生在这个时代很多人 常常有一些遗憾 或者我们会相信 有些人家离开这个世界 带了很多一些遗憾 离开这个世界 那什么意思呢 意思就提醒你们 先生释迦牟尼佛 这么难得为这个建徒法门 介绍给我们 如果不帮助我们遗憾得乐 你要好好珍惜 你不好好念佛 进来不往生西方体的世界 这个就是我们最大的遗憾 不要错过这个机会 这个人生是苦的 无论你怎么追求 无论你怎么样 去得到 都是无常的 生不带来 死不带去的 没必要过自作 好好念佛 就是了 真的这个世界是无常的 像师父以前 师父常常以前 看到那个蚂蚁 以前他们学佛 他们出家 常常看到那些蚂蚁 跑来跑去 不知道跑什么 笑这些蚂蚁 现在你看我们这个人生 释迦牟尼佛 死方一切诸佛 如来 看我们人 那看我们人也是蛮可怜的 我们人忙来忙去 仇来仇去 到最后 还没有一样东西能够带他走 以前还没仇 还没结婚 结了分 又在起烦恼 结了分 又想开始 有孩子又烦恼 到最后不再愁什么 所以啊 这个道理事实真相 我们一定要知道 要好好用功 好好努力 世界上 啥都是假的 无论你干啥事 什么样的事情 都带不住的 这个今天啊 简单给大家做一个介绍 我们下个星期 再为大家来说明 中风果实下面所讲的 拆穿平安 进从进出 怎么样的意思呢 我们下一个星期 先给大家报告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祝大家身体健康 老实念我 阿弥陀佛